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慧宗佛光童军团 幼童军 林宇成 我今年11岁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韦佛菩萨的故事 孝朝有一位高峰妙禅师 他为了恨不自己打瞌睡的问题 他就跑去悬崖边打过 那个悬崖高有十丈 有一天 他不小心摔脚了 他就掉下去悬崖 他掉到五丈的时候 他就醒过来了 说 我一定完蛋了 一定会摔成粉身碎果 韦佛菩萨就来救他了 他心里很骄傲地说 一定是我修得很好 韦佛菩萨才会来救我 他问韦佛菩萨说 像我那种精进幼功的人 有几个呢 韦佛菩萨说 像你那种供高我慢的人 恒格杀出那么多 韦佛菩萨为了要教训 高峰妙禅师 他就跟他讲说 我五百事不要守护你的 高峰妙禅师 冰了很惨愧 他就马上忏悔 他又回去打坐了 有一天 他又不小心打瞌睡 点到悬崖里 他心里讲 韦佛菩萨不会救我呢 我保证死得很惨 结果韦佛菩萨不再救他了呢 他问韦佛菩萨说 你不是说五百事不要保护我吗 韦佛菩萨说 因为你当时忏悔 所以超越五百事的功德 修行人很容易被门君所干扰 所以要五戒菩萨戒 可以受到更多龙圈父法的保佑 以上是我的故事 人人行山好 世界更美好 谢谢大家